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半期是今天12月6号进行的围甲第八轮主将战 由黑方,顾子豪,对战白方,柯杰 也是今天的焦点对局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新小木,白棋二连星 然后双方各自点脚 右上角的这个定势 这个挺头走的也比较多 不过正下呢,黑棋会获得一个先手 然后去抢大场 实战柯杰为了抢先手 选择的是二路小尖 等黑棋飞过来之后,白棋拖先,高挂 右上黑棋挤一个先手,然后夹击 白棋小飞,黑棋跨段 然后各自挺头 形成了一个复杂定势 白棋往脚上飞 那黑棋什么时候靠下去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只要你这手靠跟白棋联络 做了一个交换 接下来只要你没有往外边去补 白棋的这个穿向眼就成立了 你再冲,他单退 你就冲不下来了 这个是黑棋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实战呢,黑棋直接二路飞 白棋仍然是选择穿向眼 那黑棋冲断之后,白棋压住 战斗一直延续到外面 黑棋底下跳一个出头 既然跳在这儿的话 就不用担心被白棋冲断的问题了 因为断上来之后 黑棋打了之后再沾 白棋底下要补齐 右边这个二字头会被黑棋扳 脚上还不活 所以说这样白棋肯定是不好的 实战白棋挺头 黑棋二路飞 白棋坚定 那黑棋不能再长了 再长的话被扳断了 所以说联络 下一招白棋选择脚上顶 这个顶也是为了防止黑棋快速收起 因为比如说你直接右边扳封锁 他吼下来 你挡住坐眼的话 然后黑棋靠断 将来这里打了之后 扳可以直接收起 白棋的气太紧 所以说白棋往这儿顶一个补齐 黑棋贴下去 将来以后白棋这个扳先手 脚上就随时可以作活了 实战白棋往右边扳 黑棋吼一个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往二路去夹 虽然说这手棋降到胜率 但是确实是最容易想到的一手 那黑棋这块都已经被包围了 你不去出头的话 不去联络 对吧 那也说不过去 所以说先不管这个胜率如何 这手棋看似也非常正常 反正白棋不能立足度 不然的话被黑棋断上来之后 一打吃他再一打 这个棋筋就通掉了 白棋站不上 实战白棋站外边 黑棋度过 底下白棋再一搬 黑棋拐回 上边白棋飞一个 黑棋冲了之后 再跳回 这个大型定势就算是做完了 然后基本上黑棋的胜率 也没怎么下降 这个局势还是差不多 之后白棋底下拆一个 黑棋右下角冲了之后 打吃先手 团柱先手 白棋到 局部白棋已经活了 这个点过来没用的 你要点了之后 白棋坐我眼里再立 他直接一打吃 就近活 实战黑棋开始猛攻白棋右边 但是这个地方吓得有点过于紧凑 因为白棋是一个整体 所以说这个AI的建议 是黑棋稍微往左边来一点 整体攻击白棋大龙 这样让白棋无法脱身 基本上白棋后续 为了防止黑棋再去跳刺破眼 也只能往这一带去强撑这个眼位 实战黑棋走的 过于的紧凑的话 反而给了白棋转身的机会 白棋就灵活跳出 但黑棋再断上来 白棋再一飞 周围的子 你要吃哪个 都随便 白棋就完全看清了 打吃这个 白棋也会不要 甚至于连外边这个冲断都不补了 实战黑棋唬这个 那白棋再跳在这 这样也是联络非常完整的 因为黑棋向这里的冲断都是不成立的 白棋底下这个尖顶是先手 因为下方两颗子要冲断黑棋嘛 你得沾上 那白棋这一打你再走再一贴 黑棋要被反杀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交换了几手就显得很无趣 接下来黑棋底下拆 白棋拖肩手脚 黑棋左边小肩的时候 白棋再靠牙 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再搬 那就太过于重复了 实战黑棋挖一个 白棋断打完之后 两边一打再一站 反正这个地方简明定型 就是因为黑棋很重复 白棋怎么下都能满意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 柯杰的局势更好了 之后 顾茨往上挂脚 白棋二路跳 黑棋又从右边攻过来 顾茨也是想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 展开这个力量的比拼 然后柯杰选择肩顶 黑棋为了让白棋外边多个段 不惜走出来一个这个鱼形 挤一个被白棋打完之后 贴住 然后黑棋再把右边这两颗白棋贴死 白棋往外一虎 之后黑棋再飞 但是黑棋这样去攻击的话 有点勉强 甚至于白棋还有比实战更好的下法 AI的建议是这个白棋往底下虎一个 黑棋要做活 打吃下来之后贴住 直接把黑棋外边两颗子分断 等他挺头的时候再去攻击中间 马上分断形成缠绕攻击 白棋要展开一轮反扑 这个更加凶狠 实战柯杰选择靠断当然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冲了之后打吃振子不利 挣不掉白棋 所以说黑棋只有单退 然后白棋连回 这样黑棋也是完全落空了 这个时候黑棋的胜率只剩下个位数 白棋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接下来黑棋往上跳 想要扩张这里的模样 白棋二路爬一个 黑棋跳 然后白棋再从左边飞过来 不过这个地方下的稍微有点缓 AI的建议呢 是底下这个爬更为重要 因为这个爬掉之后 黑棋还得再补啊 白棋外边这一串打吃之类的 这个搜刮都是先手 然后再把左下角像这里的二路搬毡 再给交换掉 我们会发现最近的这个棋局 似乎进入到这个中后盘 靠近关子阶段 这种二路搬毡经常被忽略 但恰恰是盘面上最大的地方 而且黑棋想要同时围住 左边以及上面是不可能的 最狠的招法 也就是这种碰上来之后 这样贴着白棋下 那白棋就挺头 你要围左边 那破上面 围上面就破左边 所以说这个棋 还是底下的爬更为实惠啊 实战白棋飞一个 然后被黑棋拐住 那这个差距再变小 之后白棋还是抢到了 这个二路搬毡 黑棋拆二 白棋肩顶 黑棋扳了之后 打吃 先手 白棋沾上 接下来黑棋底下打了肉再长 像刚才白棋这里唬一个 完全是先手啊 现在又被黑棋打了之后 肠逆收掉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两轮的 棺子已经白棋吹了 接下来呢 AI还是推荐白棋 非常稳健的在中间去补一手啊 这个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主要是上面这里的空啊 四处露着风 给黑棋围 他也围不大 比如说他先把左边这个缺口补上 上边白棋这个挖衫 总能走到 黑棋雷补 中间这里的小尖总能走到 他雷补 以后上面还有这种跳 所以说黑棋根本围不到多少 撑死二十木棋 实战 可洁 这个直接掉进来的话 吓得就不太解明了 看似好像更加凶狠 但是也给自己增加了一份危险 谷子豪 直接往左边 靠上来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白棋挡 黑棋 虎在这 先手的情况下 就可以直接 跳一个把白棋分断了 不然的话 你什么准备都不做 直接跳的话 会被白棋先断开 所以说是这个意思 然后白棋实战 尝了一个黑棋 沾 抢先手之后 再往外出头 然后黑棋贴住 下一手棋就没太看明白了 为什么白棋要往脚上去补呢 这个棋 而且看AI的建议 也是白棋往左边打 就直接补在外边去联络 至于脚上的话 黑棋也不敢冲下来 冲下来白棋马上就冲断 黑棋肯定气不够了 也做不活 最多也就是肩顶在脚上 然后外边尝一尝 白棋联络 仅此而已 根本就不用补 实战科棋也补在这 还是有点问题的 然后被黑棋搬 这个棋 黑棋反而找到这个发力点了 就是揪住白棋这两科子 形成这个一通强杀 像左边这里的断点 断上去 黑棋肯定不理 你要断黑棋顶 提掉的话 黑棋就拐住 反正他眼中的目标 只有白棋中间这一串 其他地方都可以给 实战的科棋选择飞出 然后顾子豪继续飞 冲断 这个地方就直接开干了 黑棋压住 下手棋白棋长 看似也没毛病 但是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地方最好的 还是白棋长这 这样黑棋他自己先连回 白棋可以抢到中间 这个跳方 这个棋就很难被杀了 因为黑棋中间这三科子 他还得再联络 然后白棋可以左边断持 刚才我们讲到 如果说黑棋打的话 白棋可以从这儿 搂打回去 顶的话白棋就不是提 被黑棋这样拐出来分断了 就可以直接挡在这儿了 当黑棋沾上这个棋筋之后 白棋上边挖毡先手 然后再往外搬 这样的话 这个眼型就很容易做活 所以说白棋可以先变招 实战白棋长这个 然后顾子豪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往底下去掉一个 这个棋很明显想要借进 比如说白棋靠上来 黑棋很有可能搞这种东西 比如说搬一个白棋断 打吃之类的先手 然后再把白棋给包进去 底下多了两手棋的交换 肯定对于包围有帮助 那柯杰也是顾及到这一点 所以说就飞出 尽可能的增强自己的联络 然后黑棋外靠 这样的话 那白棋也不能一味的寻求联络 不然的话底下要被黑棋传下来 所以说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还是这个拖回 接下来黑棋左边虎一个 那就看白棋这儿能不能活了 实战先拐头 黑棋往外跳 这个地方白棋还要忍住 不能直接去联络 不然的话中间你不被黑棋 这样断打完之后再冲过来 这样白棋右边大龙要被分断 里边能不能活 那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而且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乐观 没什么一眼 主要是 比如说你虎这个 黑棋就算补这个扑节 白棋也够呛 比如说黑棋跳 白棋粘上补断 然后黑棋继续扳断 之后白棋就往里钻了 黑棋小间联络 白棋再往上飞 接下来黑棋靠断 都是最猛的走法 这个时候也来到了最终的胜负处 反正AI的建议是白棋往前承 这个似乎就是白棋唯一能 这个去下的一招棋 可以说指此一手 这个承之后 反正柯杰肯定也是担心 就是被黑棋外边这里打了之后 从这一打再一扳 先把白棋外边这个尾巴给切断 这个一定是柯杰在 这个考虑这个变化图时候会想到的东西 然后白棋里边断打连回 黑棋上方飞过 就后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上边的黑棋白棋是可以跨断的 这样黑棋联络 但是白棋不能直接连 直接连的话 被黑棋这么一挖站之后 再往外打 你这一块棋是跟黑棋脚上 没办法杀气的 大致白棋是后续要通过这种 外边的一系列的先手 然后想办法活在里面 这就很复杂了 比如说你走这个黑棋就不让你活 飞过来 你要挡住 他就恰上来破眼 这个很难说 就要看这个中间白棋 后续到底有没有什么妙手了 这个非常看不清 计算量太大 实战柯杰 思来想去肯定也是觉得 这样不是很稳妥 而且就算这样能活的话 也会导致中间这个尾巴被吃掉 所以说非常可惜 就放弃了这一次的 这个真胜的机会 实战选择了妥协 然后被孤子豪往这一打 再往上一打联络之后 这个棋白棋明显就亏很多了 然后接下来 柯杰下的也不够细腻 选择直接单关连回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 向左边这里的点次便宜一下 底下这里的长便宜一下 然后再挖在这里去联络 因为黑棋如果说左上冲断的话 白棋向中间这里的冲 黑棋要是硬断 白棋断打完之后 再打黑棋这个棋筋 压根就是跑不了的 会被白棋吃通 所以说正肯定是 木树更为便宜 实战白棋只是正连回的话 那就效率太低了 接下来进入到关子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领先 右上另一个先手 底下打持 像刚才白棋这个长没走到 又被黑棋逆收 这个地方好几处逆收 都被黑棋收到 接下来白棋左边二路打拔 然后黑棋底下也是二路打拔 可惜走这 这个棋当然黑棋也不会退让了 直接打结 白棋提 然后黑棋底下这一夹非常严厉 白棋顶住 那下方这块棋到底是死是活呢 黑棋是否一定要先打左边的棋 能不能先去杀底下这块 我们来看一下 就黑棋要杀的话 就打了之后沾 白棋断打黑棋利破眼 不过不是很好杀 就是因为白棋左边有这种挤 这个挤了之后 黑棋脚上得连回 然后白棋还有这种断 就是这个断之后 反正黑棋只要立的话 那白棋就做活了 像这里挡先手 再作眼就活了 黑棋要打持 打持的话白棋还有这种扑 这个里边必然是一个结 就是不管黑棋先提这个 还是先提这个都一样 你先提这个的话 他立先手 然后你拐进去破眼 他打这个 你再提他再提 就你不想让他变成打结眼 你只有这个沾 或者说你先打这个 先提这个 先提这个白棋还是打 你不想让他成为打结眼 那你还是得沾 就等于说白棋可以 先把黑棋的脚上眼破掉 然后再唬在外边 这样又能寻求联络 又能把黑棋左边 这个死活也一并给卷进来 所以说这个是黑棋 没有直接杀的这个原因 有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实战黑棋找完结才就先提结 这个棋白棋也要注意 就是你是没有本身结可以找的 就如果说你直接顶 黑棋打持 你再拐出来的话 一旦被黑棋先手打到这 那他这个结就不要了 外边已经分断的情况下 他再从这打持 再沾你断的时候 他再一立 那白棋死了 你脚上不管再怎么走都无济于事 外边已经被分开了 所以说这个左边的结 其实还关系到底下的这个死活问题 所以说实战科捷还是决定忍了 把底下一补 做活 然后这个结还是被黑棋消掉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彻底失去了真正的地方 接下来往上钻 黑棋联络 白棋团一个 黑棋沾 再往前跳 黑棋 点刺 白棋贴住 黑棋再往左边冲 然后白棋往右边去冲 黑棋也是非常冷静 选择 鱼形吼一个 这个地方如果说拐住的话 白棋有断上来的这一招 还是有点东西的 你要打持冲 白棋可以断 因为你这个不能直接收器 直接收器被白棋一打 再一打就死了 你要先打这个 先打这个 白棋首先上面这一打再一冲 可以把这四克子连回 便宜了 而且他还可以挖一点陷阱 比如说从这儿打 从这儿打的话 黑棋如果提 白棋还是打了之后冲 他也不损 你要是成的话 那就中计了 白棋还有骨在这儿 去做结的手段 你只有提结 因为你要走其他的 这个被白棋断开 他都是三口棋 黑棋只有两口棋 棋不够 但实战 黑棋冷静的这一猴 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白棋如果再冲 黑棋就反冲一手 从两边都可以连回 实战 白棋联络 黑棋冲 白棋站上 然后黑棋再抢到 这个尖顶的大关子 最终白棋 尝一个黑棋 比顶 下到这儿 也就直接结束了 白棋认输 那这一盘棋的话 这个前半盘可以说 柯杰下的还是非常的顺 特别是在右下这里的 这个复杂定势 明显熟练度要比 顾紫豪高很多 也没花什么时间 反而是顾紫豪 平平常考 然后在 这个中间白棋 靠断之后 接下来 黑棋这颗子 那白棋已经取得了优势 不管是从棋上 还是从胜率上面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 这个后半盘 在底下这里的收束 出现问题 就是一些先手 包括阿鲁爬 包括外边的打 都没走到 被黑棋直接追回来不少 然后其实白棋 最关键的这个失误 还是在于左上角 这里下的不够解明 如果说就让黑棋 上面围空 白棋把周围补一补的话 其实黑棋围不大 实战非要掉进来 然后被黑棋 搅上一通 这个借用之后 直接分断 那给了黑棋 这个杀棋的头绪 虽然说这个白棋 后面也是 算转危为安 但是也没下出 最好的走法 就上面这个 尝进去之后 虽然说很复杂 但是值得一拼 实战白棋 只是单关联络 那这个棋 已经被逆转了 接下来的这个关子 确实顾紫豪 也没出现什么失误 最终获得胜利 好 那天板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